大家好我是CGMX西傅 那你升級到iOS6的時候你就會沒有辦法使用IAP Cracker 那大家都會很失望 那如果你不知道IAP Cracker是什麼的話 那IAP Cracker就是它可以讓你免費購買 免費的就是購買那個遊戲裡面的遊戲幣 假如我現在到這個Templerun裡面 那這個Templerun裡面它會有 裡面會有遊戲幣 那IAP Cracker就是可以讓你免費的購買裡面的遊戲幣 應該說是領取吧 所以你就可以免費領取它的遊戲幣 那你可以看到這有遊戲幣 所以我現在已經購買了很多 那我今天要教你們怎麼在這個iOS6 上面下載一個程式它的功能跟IAP Cracker一模一樣 所以首先你要先去CDR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到CDR OK我們到了CDR裡面之後呢 我們要先去Manage這裡 那點Sources 好接下來我們要增加一個軟體源 那這個軟體源呢我會放在影片簡介裡面 所以因為它有點長 所以我直接複製貼上 那我也會放在影片簡介裡面 那你把這個軟體源添加完畢之後呢 你就直接按增加軟體源 那我已經增加完了 在這個地方inappstore.com 好那我就直接按完成 那你增加完這個軟體源之後 然後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inappstore.com 那你只要把它按下去 它就會唯一一個應用程式 叫做Local IAP Store 那你只要把這個東西下載 像我現在點進去 然後按這個下載的按鈕 那我已經下載完了 所以不需要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下載完之後呢 就等於你已經安裝了可以在iOS6上面用的 IAP Cracker 所以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這裡Tempo Run 好那這裡有一個more coins 這個東西就是可以讓你買遊戲幣的地方 那你只要把它點下去 不是這裡 是這裡 get coins 那它就會先連接到appstore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會0.99美金 4.99美金 好那我現在選一個19塊20塊美金的一個東西 那我只要把它按下去 它就說購買成功 那它會跑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 要讓你買 那你只要按下去這個按鈕的話 你就會真的花20塊 那你當然不要按這個按鈕 你按取消 那這 這就是 它 這個東西跟IP Cracker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IP Cracker完全不會跑出那個訊息 那這個東西呢 它會跑出這個訊息 所以就有 這就有時候你就要再多按一個步驟 那這樣子 其實 呃 有時候會覺得比較麻煩 不過你還是可以買 那你看我現在 我購買喔 那我購買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的數字 那我只要把他按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增加 所以這個是有辦法真的有辦法用的 那它當然也是跟IP Cracker一樣 只有在某些應用程式上面有用 假如我現在到 呃 我現在到 Asphalt 7 像這個 Gameloft的遊戲都完全沒有辦法用 因為它 自己有內建的一個伺服器 它會來 來檢查 有沒有就是 用這個軟體 所以如果你用IP Cracker 或者是這個的話 你就會沒有辦法購買 那 所以 假如我現在 假如我現在到這個地方 你要按購買 它就會 它就會出現一個這個 但是你按取消之後 它也不會真正的購買 它 它有些遊戲還會跑出一個購買失敗的一個 一個訊息 所以有些 你看一下 教育失敗 那就表示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在這裡用 那 像剛剛Temple Run 它沒有跑出教育失敗 就表示它有辦法 好 那 所以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不一定每個遊戲都可以用 跟IP Cracker一樣 那它們兩個唯一的差別呢 就是 它剛剛這個東西 這個現在新的iOS6這個東西 它會跑出一個 叫你購買的一個 一個視窗 那你只要把它按取消就好 你不要按購買 好囉 那這個就是怎麼在這個iOS6上面 下載 跟安裝 這個 類似IP Cracker的一個軟體 那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以後 新的影片出來的話 你才知道 那也不要忘記去 CDRM4C或的Facebook粉絲團 去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